拿起扫帚打扫街道 这些年过70岁的爷爷奶奶们 都是大汉勒林大学的学生 这天他们也主动来到周边社区做服务 因为这是我们的环境 我们住在这边这是我们的环境 那环境当然是大家要爱护啊 要有好的环境 我们才会有健康的身体 大家分工合作 不一会功夫 路边的落叶就集结成堆 还有人拿着夹子 将垃圾一一捡起来分类 道路也变得干净明亮 我要把这一块肮脏的地方 当作是我的心田 我把这块心田打扫干净了以后 让我自己看了很有成就 从清晨五点半扫到太阳阵中 爷爷奶奶们用行动证明 他们不只活到老血到老 还能发挥更多价值 爱地球齐心做 大家信用真相本志工范吕昭 华联报道